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好了 好了啊 好 谢谢师傅 二位美女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书店 我陪你们一起去吧 我们去买书你干嘛去 我也去买书啊 你啊 不是 我可以充当你们的护花使者 你看啊 在你的熏陶之下 我现在也是会功夫的人 小勇 真有两下子 你傻猴呢 苏长 我们走 走 走 喂 喂 苏长 好好好 你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到 妈 妈 苏长打电话说 卖苗旗车不小心摔倒 都晕过去了 我去看看啊 那快快快去看看 哎呀 哎呀 这 这 这 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气死我 你回来了 刘雅 哎呀 怎么样了啊 医生说啊 目前没什么危险 就是有点失忆 有点失忆 就是说她 暂时失去了记忆 哎呀 那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家住哪儿也不知道了 可能 不过是暂时性的 那可这个暂时性得多久啊 三天 也可能三个星期 甚至三个月 不会 甚至半年吧 这可说不好 苗 慢点啊 我来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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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儿啊 这是你家呀 家 对对对对对 我家 我家 你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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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苗 嗯 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 当然记得 你看看 我就说麦苗没那么严重嘛 你吓死我了 刘洋 嗯 您是房东大妈 啊 麦苗 她是你舅妈呀 我是你舅舅 您糊涂了 您是房东大爷 我称房东大爷了 坏了坏了 这可怎么办呀 啊 哎 我觉得冷 啊 来回家 来回家 这么热的天才冷 是不是发烧啊 这是湿水后的正常现象 喝点姜灯水就好了 快快快 快去熬姜灯水 快快 来 来 来 麦苗 嗯 我扶你上楼去休息吧 啊 没事 我自己能行 您回去吧 我回 我回哪儿去呀 我就住这儿 您不是医院的大夫吗 您把我送到这儿 您就可以回去了 谢谢啊 我 我 那个那个那个 他呀 是医院派的专职大夫 负责全程的陪护你啊 哦 这样啊 哎 哎 聪明吧 真有两下 哎 那你是谁呀 我 我我我我也是负责全程陪护你的 哦 对对对 他是医院的护工 啊 对 护工护工 哈哈哈 小勇 真有两下子 你耍猴呢 啊 真有两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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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耍猴呢 啊 真有两下子 常用来称赞别人做某事 很拿手 水平高 那样 羅斯 你来找苏珊吗 infrared 健康 您好 我不找苏珊 我找 修车的地方 鉄木 鱼 车坏了 我看看 称赞 它 可以 你搞 老х 你耍uff 耶 个 你看那个人 他在干嘛呢 他在表演拉面 我们刚才点的面条 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真的 他可真有两下子 这家店的特色就是拉面 这儿的师傅都有两下子 卫苗 这张记得吗 不记得 那这张呢 认识吗 你说说你 你不回自己屋 你在人家苏山屋里带着干嘛呀 这屋朝阳 我冷 行了行了 一会儿喝点姜汤水就不冷了 你怎么不冷呢 你是东北人吧 这一脚摔的 全乱了 小勇来了 慢着啊 你怎么样啊 都快急死我了 这个送给你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你送什么都白费 他认不出你 谢谢你 小勇 你认出他了 一闻就知道 闻 闻 这种鸭子的味道 只有小勇能做得出来 原来是鼻子认出来了 忙了半天 总算有点收获 来 吃吧 来 吃吧 吃吧 吃 井里 麦苗 听说你认出小勇来了 你也能认出我来吧 能啊 大爷 还是大爷 我是你舅舅 不信 小勇 他是我舅舅吗 苗 这真是你舅舅 那小勇说的话我信 那他既然都说了 那你就算是我舅舅吧 我这个新舅舅 还得外人介绍才能算数 小勇 你顺便也把我介绍介绍呗 苗 这位是舅妈 舅妈 认识您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小勇 舅妈 舅妈长得这么好看 当年怎么就看上舅舅了呢 这个 这是因为舅妈的基因够强 所以生出了大表哥比较英俊 你很幸运 大爷 大妈 我得回去看店了 不行 你忍心帮我放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吗 不是 他们都是你的亲人哪 我跟舅舅和大表哥都刚刚认识 我都不好意思问他们洗手间在哪儿 还不好意思呢 今天早上你还跟我想洗手间呢 反正 反正你不能走 小勇 你就在这儿排一排吧 对 让病人啊 和他觉得安全的人在一起 有助于他的康复 说病啊 聊着聊着 他就想起来了 对 对 你不许走 好好好 我们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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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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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原来是鼻子认出来了 哎 忙了半天 总算有点收获 忙了 半天 总 算 有点 收获 忙了半天 总算有点收获 在汉语中 总算 表示经过较长的时间 或做了很大的努力之后 某种希望的结果 终于出现 我看你最近早出晚归的 忙什么呢 忙我们剧本的是呢 修改了好几次 导演都不太满意 你们导演的要求很高啊 今天把第五次修改的剧本 给她 她总算满意了 真不容易 老李 外面还下雨吗 不下了 这雨总算停了 我还想着 一会儿得给乐乐送伞去呢 这回你就放心吧 曼淼 现在能跟你聊天 我简直就像做梦一样 为什么呀 之前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女朋友 可是 我是你女朋友 不是 你那个 难怪我只记得你 原来你是我男朋友 不是 这个 我 曼淼 我刚才去学校帮你请好家 你去好好养伤 谢谢你啊 苏珊 你再休一杯 你刚才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苏珊呀 太好了 你的记忆总算恢复正常了 我当然记得你 因为 你是我的外教嘛 苏珊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 是我的男朋友 小勇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这麦苗谁都不认识 唯独认识小勇 谢谢 谢谢 小勇 你的男朋友 这说明 咱们平时啊 对麦苗关心的不够 她 还会做饭呢 你千万不要嫉妒哦 去去去吧 快 但愿这次小勇能帮着麦苗想起点什么 这事可不能强求 别指望让麦苗马上恢复记 这需要时间 这需要时间 麦苗和小勇怎么回事呢 那小勇是麦苗的特约护工 麦苗说小勇是她的男朋友 什么 什么 你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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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跑 你给我站住 你自己走吧 干嘛非让我背啊 那你是我男朋友 你背背我怎么了嘛 我 小勇 麦苗 麦苗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 小勇啊 我们让你来帮助麦苗恢复记忆啊 可没让你修改记忆 我没有 你就不该趁机冒充是麦苗的男朋友 我不是 你要是趁人之危 我就告诉你爷爷去 你们让我说完行不行啊 我小勇 是浑水摸鱼的人吗 我知道麦苗不是真喜欢我 嗯 那我不喜欢你我喜欢谁啊 嘿嘿嘿 麦苗 你不是一直说小勇傻了吧唧吗 你忘了 麦苗 你可想好了啊 别等清醒了 你就会非常难受 你会非常非常的难受 不至于那么难受吧 虽然我不够英俊 勇 你在我心里是最英俊的 真的 可是 你千万别被我的英俊锁迷倒 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啊 对 麦苗啊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你可不能糊涂 尽管你现在还糊涂着呢 呃 但是你一定要清醒 尽管你一时半会儿也清醒不了 哎呀总之 你可不能因为现在毁了你后半生啊 是啊 不能就这么毁了 不是我有个那么差劲吗 你们要是再欺负小勇 我可就生气了啊 勇 哎 我想吃油门打虾和烤羊腿了 啊 哎呀走 勇 你背着我 不不不不不 不行你背着 背着 心意还这么能吃吗 呃 这个问题嘛 在医学上还真不好解释 好冷啊 嗯 这大冷的天 大冷的天 不是 就等我这贴吧 等我这贴吧 等我这贴吧 你这跟我学的呀 学书中国话 真不浪漫 能有变天下 能有变天下 不是